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 他讲六道 六道 天以外啊 人啊 阿修罗啦 地狱啊 畜生啊 恶鬼啊 他 灵命宗使教能够听闻地藏菩萨名字 那么 他能够啊 操脱 得生善道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这种修法 那我想各位看啊 就知道我就不再详细地讲了 第三个啊 叫寻亲 要找亲人 那古代找亲人啊 经常啊 有这种遗失的状况 因为古代带孩子啊 常常带到孩子掉了 那因为就像牧牛一样 牛常常会跑掉 那跑掉了就去找谁啊 找土地公最好 土地公以外就找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 大概找这三个人 有没有 这是一般民间信仰的情况 寻亲啊 你找地藏菩萨也能够找到 假如是已经死的 那会往生善道 假如还没死的 你会碰到 你会碰到这个好多故事啊 有机会有机会再讲跟各位分享 现在没时间了 我就不讲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四个 就求地藏菩萨的灌顶水 有人简称叫做智慧水 你这个脑筋脑不开窍的人 那你就每天求地藏菩萨灌顶 你会开智慧 他怎么样子求呢 就每天早上起来啊 那你就用一杯水供地藏菩萨 每天送地藏经念地藏菩萨 然后拜地藏 拜地藏 地藏就照我跟你讲的那个方法 那你再供一杯水 早上到晚上功课做完的时候 那你就把那杯水喝下 那问题就出在 你就那个杯子拿来自己喝下 那是给地藏菩萨喝的 你又不是地藏菩萨 所以你要把那个供佛的那杯子的水 换到另外一个杯子 你喝的水 你喝的杯子那杯喝 你不要把地藏菩萨杯子抢来喝 你加盖子不加盖子无所谓 你要供茶还是供水无所谓 那都不要紧 但是你要这样诚心诚意地做 要做多久呢 你别挤啊好不好 该开悟的时候你就会开悟啦 但是这个法门你就照这样做 就加那么一杯水 那杯水呢叫做地藏水坛 地藏水的坛层 它这个坛层 修准提法有没有 叫净坛要有个净字啊做坛层 那么你修地藏水坛层也可以 这个部分可以 我这样讲你就可以修了 不用灌顶 你要灌顶修也可以 那是另外再来比较啰嗦就对了 假如你不怕啰嗦麻烦了 那也可以 那我们有机会再讲 这个地藏水坛层的灌顶跟修法 这是简单的提供给各位 这个在经文里都有 不过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 就是你要面向南方 这个经文上面讲 这个面向南方自心正重 浮水寄毙 谁喝了以后 胜五心九肉 血淫妄于疾诸杀害 反正简单讲 五戒十善要修就对了 胜五心九肉 你不要乱来 你说五心九肉 没说香烟大概没问题 那个不好的习惯通通不能有 你不要说 他没讲说不能赌博 我去打一下麻将没关系 你永远不会开智慧 这个不好的习惯 反正地藏经他告诉我们 不好的习惯你要改就对 不好的思维模式你要改 你不要 反正他没讲说 往八往咖不能去我就去了 不是地藏经有没有讲的问题 不好的习惯错误的模式 你统统要改 这是这里面最重要的 他后面还讲了很多 都讲我就不再讲了